哦,是的,因為 其實情況是這樣的 我家的姐姐突然說要離開 即是很突然 我明天要離開 我們就說,我們安排不到人 幫我們看小朋友,因為我們要上班 但我們說 可不可以再加錢給你留幾天 她也不肯 後來她一離開 就已經有電話打來 就追溯了 就問我們家裡有沒有這個人 我們說,什麼事啊 她走了 可能那邊不太相信 就一直打電話來 還寄了很多信 就說將會上門來找她 就搞到我們有少少害怕 因為我們家裡有小朋友 所以後來我們就馬上入境處 拿一些文件 證明她已經走了 然後事情就告一段落 對 其實她不是借了很多 她借了五千元 不過其實之前我們借過五位數字給她 對 我們就覺得 其實我們都很疼她 對她很好 送很多東西給她 但我們就說 你突然很不負責任 因為我說如果她真的追上來 其實是會嚇到小朋友 都很擔心 對呀,都害怕那一陣 我寫了這件事上網之後 有差不多二百多個留言 教我怎麼做 多謝網友 他們很關心這件事 立即投選 01最想看娛樂大獎 超過70萬獎品等你抽 第一重獎 勁抽01積分和威權 第二重獎 包括11 Pro Max Sony Smart TV 還有Dyson風筒等等 立即參加01最想看娛樂大獎 入這個網址 竟抽雙重獎